7月19日,C罗中国星的第一站,就是到了北京三里同盟商场,在赞助商安排下,出席了一些活动,这些活动,报道的不多,但有一个细节,大家估计都印象深刻,就是C罗在参加了活动后,来到了C罗中, 中国中国家队队员,山东路能足球队守门员王大雷开的某朝品店,在王大雷的店里,王大雷与C罗交换了球衣,还合影留念,对于这条新闻,当时报道的比较多,最被吐槽的,当然是王大雷当时不知道,C罗的英文名字,怎么写那电视了,那么,C罗现在已经回到游人图司俱乐部,参加训练了,他送给王大雷的七号球衣, 现在在哪里呢?据媒体布料着,C罗送给王大雷的球衣,目前被箱在一个玻璃境况内,就放在王大雷在三里屯的店铺门前行幕位置,成为了招揽顾客的一块招牌,而这条新闻,也很快引起了网友的注意, 从7月29日发出,到今天,阅读量超过了40万,对此,发帖子的人说,我也慢慢,忽然多了好多点赞和评论,现在这条阅读量40多万了,可能是上热门了,而更多的网友则说,球踢的不怎么样,做生意的头脑还是不错的, 这铁子一火,很多人都在问,王大雷的店在三里屯的什么位置,如此,他的店铺生意,像不火爆都不行啊,不过,看看这球衣的保管现状,终是令人唏嘘啊。